如果有爸爸妈妈看过我先前谈论关于天赋跟天才开发的影片 有可能你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事实上怎么有可能有这么多天才 如果每个人都是天才 那谁来负责做不重要的事情 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三角形支配的系统 所以很厉害的人他拥有在上位能力去驾驭下面的人 那如果每一个下面的人通通都有能力提升到上面的时候 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 那不就不能运作了吗 那我这边要说 其实这样子的想法是旧框架思维的想法 是把自己困住 而且提醒爸爸妈妈一件事情 未来的世界我们已经可以知道 有越来越多机器人可能会去取代很基层的工作 如果当你无法控制这些机器人将会不断的出现 然后把一些很基层的工作直接都处理掉的时候 那请问我们的孩子除了成为天才 他还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吗 难道他要成为可以被机器人取代跟淘汰掉的人吗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我们误以为真正的快乐是必须要去享用跟支配 所以我在上位置我去享用跟支配某一些人提供给我的好处 这是我们传统上的思维 这传统思维呢 它的背后是好命 所谓的好命就是要享受 你有足够享受 你才是好命 所以如果你不够享受 那其实你是不够好的 那我在这边跟爸爸妈妈介绍一个心理学理论 这是Maslow的需求阶层理论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理论 它从最下面是生理需求 再来是安全感 再来是归属感 再来是自尊 自尊是什么意思 自尊就是面子的意思 再来最上层是自我实现 这个自我实现的快乐 它的快乐跟满足感是远比任何物质 或者是生理上的快乐还要来得多 那这个快乐呢 学理上有一个名字叫神识 可是这个快乐是要怎么来 最快乐就是我忘我的投入在某一个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领域 我忘我的投注在这一个领域里面 然后我甚至忘了时间 我忘了我在累 我忘了我在流汗 然后呢 我感觉到它创造出来的价值 我感觉到我在投入这个任务时的全神贯注 灌注到整个我全身的神经元细胞 好像都飞翔起来 都漂浮在半空中 这种创造价值自我实现的快乐 其实是心理学证实一个人的最大的快乐 对 那所以有能力去追求到这个最大快乐的孩子 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心他 为什么 因为他很愿意去投入做某个有价值的事情 而在投入做这些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 旁边的人觉得他累 可是他心里觉得非常非常满足 非常非常忘我 而这些满足跟忘我 为他创造出来的价值 又让这整个世界惊艳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那所以今天帮助孩子开发他的天分 然后让他的天分 可以得到恰当的引导管理跟发挥 然后帮助孩子可以获得这个生命中最大的快乐 这是一个利己又利人 又利社会的非常好的行为 然后再来第二 为什么世界上不能够有多个天才 其实到这样子 已经在自我实现的境界的人 我们有听过一句话 万法同宗 条条大路同路 很多个不同领域的天才 或者甚至是同一个领域里面 在追求这个自我实现的天才 他们的交手的过程 是一种彼此非常满足 又非常心悦 然后非常投入非常忘我的过程 这个竞争 这种竞争不是厮杀 不是踩在别人的尸体上 而是这样子的竞争的过程中 我跟你都得到了更多的灵感 然后我们感受到一个更多的更满足的经验 我们帮助孩子可以发挥他的天分 我们也引导其他的孩子 提供给其他每一个孩子 可以获得他天分的养分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把自己最好的这面 都发挥出来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竞争它变成一种很愉快 一种彼此互相提升的 互相欣赏的状态 这样子的一个竞争的满足感 其实是跟我们以前所有的互相厮杀的这种竞争 那个差异是非常非常非常遥远 可是它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跟美好的状态 所以这事实上绝对不会因为有更多天才 更多人做最棒的自己 而产生了不好的变化 这绝对是一个让整个世界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一条路